给大家分析的是公园是你家的房子 为什么这样说 这套房子是坐拥在一个拐角 一个端头房 它的地块占地很大不说 更重要的是它坐拥着整个公园 那么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图片 大家看到这套房子2564 它是在Richardson的一套房子 它坐拥着整一个大的公园 那么等一下我会给大家 先从它的户型面积还有价位 再给大家分析一下它的地理位置 因为不说地理位置 那就是耍流氓 首先这套房子是在一个端头一个拐角 所以它的地块本身就很大 其次的话它万眼出去就看到了整个大公园 这个大公园你可以270度的去 各种角度都可以去观摩这套公园 而且你的孩子在公园里玩 你是可以看得见的 在你自己的家里是可以看得见的 大家先看一下 这套房子的整个位置区域是属于在老的Richardson 那么Richardson呢 它坐拥着H Mart这些韩国超市部说 它是最早的在坐拥着达拉斯的中国城的一个城市 大家看它里边 它里边先来看它的 它是木地板 然后的话 它是坐拥着两个fire place 就是有两个炉 壁炉 然后它是一个大平层 整个很干净 大家看它的整两块都 它的台面是花干盐的台面 这是它的主卧室的另外一个fire place 所以如果是在冬天的话 那么就特别的暖和 就很少有 就是你的客厅有壁炉 然后你的主卧还有壁炉的 这是我最近能见到拥有两个壁炉的房子 大家看它的外部 它的外部本身它的地块就很大 它就是在个corner 太吸引人了 然后同时的话 它原来这套房子是升级过的 是个double door 然后进来以后两边走 然后它中间这个地方是它upgrade 它做了一个石头的地板 然后的话两边是地毯 如果你不喜欢两边进来就是地毯的话 你可以之后自己来改造 地毯是最好改造的 不管你之后想铺木地板还是什么 直接撕了就可以加载木地板了 然后这个是它的另外一个卧室 一进门 后院 它的后院也非常的大 给大家看完了它内部的图片 我来给大家 这个是它的卫生间 这个是它的laundry room 然后它是主卫生间 主人用的卫生间 大家看到出门就是一个大park 这样房子真的太难找 比较稀缺现在 那么大家看它的整个 现在它的轿价是37万5千 然后它单尺面积是132square feet 然后总的面积是2837square feet 那么总的是四房三个卫生间 可以说三个半卫生间 那为什么说三个半卫生间 这半个的来 来有就是它 它没有领域 一般老外都会拿这个作为它的叫做powder room 1月30号才上市的 那么它整个学区是plano ISD 那么学区不是很高的分数 但也还不错 6分7分5分 那么大家再回到这个来看 那么说完它的这个学区以后 它的整个整套房子的特点 就是它的位置区域非常的便捷 它直接可以上George Bush的这个托位 同时的话呢 它可以走到190 然后上Jupiter 然后它的右边呢 上Jupiter Left hand这一边呢 是上Blue Bonnet 然后它的整个 我给大家看 它的整个位置 是一个吃货的天坛 如果你住在这 首先这套房子很适合老人 因为它 它周围 就医非常的方便 大家看 首先大家看一下它的区位 位置在这 然后它就坐拥着这个 克罗利的这个公园 同时的话呢 它直接就可以上George Bush的 这个收费的高速路 所以你无论去达拉斯 Downtown或者说是你要去任何地方 它的通达性非常的强 其次的话 它的它整套 整整一个套房子是在达拉斯的 北东北 东北角 大家看它的东北角 然后它整个上高速路特别的方便 再加上这个区域是很多音乐扎堆的区域 所以老人很适合住这儿 同时的话再给大家看看 像我是顶级吃货 它在这个 你再往北走 就走到了它的这个 这边是Hobut 然后 我给大家再缩小一点 它的这个区域 也是俗称在接近达拉斯 Downtown这边的美食一条街 给大家看一下 看到了吗 达拉斯的这家牛排馆 我也很喜欢去 然后四颗星很高 给大家过一下 之前以前疫情没有来 之前都是要预约的牛排 非常的赞 你看有一千多个评论 是家很传统的牛排店 然后这些店都是很有情调 吃货天坛 这个区域全是小吃一条街 也不算是叫小吃了 就是吃货一条街吧 大家看 这个是burger 这个区域 所以整个区域都非常的方便 如果您觉得 气氛的学氛还不错 同时或者说您是想买套房子来养养老 然后离park很近 同时又有自己的私家院落 自己可以在自己的后院种种菜 同时的话呢 又离就医的地方很方便 那么这套房子就再适合不过了 如果您喜欢这套房子 记得点击上方的微信添加 或者说是打上面的电话 9176908055 那么我是在达拉斯的房地厂经纪人苏燕